大家早安 哇 只有一台車 先去韓館找市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就要出發去 雜謊了 韓館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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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JR韓館站的對面而已 超近 這邊有超多家海鮮店的喔 而且都賣那個海鮮豆飯 當早餐吃 好奢侈啊 而且發現它地板好乾淨喔 沒有那種 魚市場會 很髒亂的那種感覺 它除了裡面外 外面也有賣一堆東西 哇 好大隻的螃蟹啊 好可愛 好可愛 阿姨さん從哪裡來的 台灣 台灣 喔 超大的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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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這邊可以釣那個屋賊 然後 現場就幫你切來吃 上桌的時候 在盤子上還會跳來跳去 我現在在剛剛給我看螃蟹的那家店 吃飯 因為畢竟它都叫我拍照了 所以 我不知道吃哪一間就來這間了 然後我的座位就選那裡 然後我點了這個 這個是小的海鮮丼飯 然後呢總共有九種可以選三種 我選了螃蟹 然後 這個 蒜粒貝 然後這個 烏賊 它還有其他的食物 我想說 吃個小的就好了 不想要早餐吃這麼多 我本來想要單點一個味證探 結果沒想到它裡面有附耶 這樣這個小小一個才1320日幣而已 唉唷 小丼飯 小丼飯 哇 吳仔一咖 螃蟹三條 還有這個 背 燦粒背 他們今天早餐可以吃到海鮮真的好幸福喔 我吃完了 吃這一家 然後呢 剛剛 我問老闆說 這個背和這個背有什麼差別 他說 這個超好吃 這個很好吃 那你們覺得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我後來就點那個 買了一個切片的哈蜜瓜 據說北海道的哈蜜瓜很甜 所以我想說吃吃看 這個 到處都有 有釣活的屋賊 這間的這個好像很有名 那個 元祖韓館八洞 看起來非常的多 我剛買了特級券 韓館到渣黃的 因為我簽證的關係 沒辦法使用 北海道周遊卷 跟東北北海道周遊卷 所以就只能花原價買 原價八千九百一十日比 非常的貴 而且我回來的時候還要再買一次 這間的車主要担当致します 車主要是JR北海道 浜田店員的竹江です 歷經了三個小時又四十七分鐘 我終於到撒謊了 實在是太久了 我在上面已經睡一覺 又滑好好久的手機 我現在要走到我出處的地方 然後在中間會先經過 這邊很有名的一個 時鐘 去拍一下照就回來 那邊有一隻螃蟹 然後因為我沒有來過北海道 所以這邊的一切對我來說 都是非常新奇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看到我大驚小怪的話 希望不要介意 到了 在樹後面 正面的畫長這樣子 這是雜坊非常著名的一個時鐘 這是雜坊非常著名的一個時鐘 煙舞場 它上面寫的 那我今天沒有要進去喔 我就是來看一下外型而已 拍個照而已 那這邊有建一個拍攝點 那上面那個Sapport 就是那個雜坊的日文名字 地上都有很多散落的陰性葉 這個真可愛 長得很像東京鐵塔 我終於到飯店了 要走差不多15分鐘 然後這間叫做 雜坊東極時代飯店 它的接待大廳有一棵聖誕樹 這麼早就擺出來了 我到了圓山公園 我到了圓山公園 應該是念圓吧 日文叫做 那我現在要走去北海道神宮 這邊的樹都已經葉子掉光了 但是就莫名有一種蕭條的感覺 就不太大了 終於到了 北海道神宮 一進來看到這個就非常的大氣了 這個一進來這個大馬 這個超粗的耶 我想第一次看到這麼粗的這種 它本尊長這樣,超可愛的 從來雜房就是想說一定要來北海道神宮 這是北海道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神社 很像五四刀的感覺 日本明治時期創建了北海道神宮 作為北海道守護神、開拓之神的祭祀之處 除了作為北海道重要的神社外 這裡還可以買到北海道神宮限定的 Hello Kitty御守 並且在櫻花季和初子時 也會有眾多觀光客前往 北海道神宮的本宮外面 還有賣一些吃的 叫做神宮茶屋 裡面還有賣冰淇淋喔 點了一個冰淇淋 然後它是很高的耶 這麼高 還有點了一個這個 這個摸起來陰暈的 很像煎餅的感覺 哇 北海道神宮限定 李小路商店街 這裡感覺跟那個 心帶橋那邊一樣熱鬧耶 那邊還有 金安電塔 這邊有卡拉OK館 小娃娃店 李小路 感覺好有質感的一間店喔 應該是酒吧雷雷的 哇 王醬餃子 這個的話超市也有賣那種 自己帶回家煮的 醬汁 也很好吃 很大間的一間藥妝店 現在沒開 李小路恆丁 哇 好有氣氛喔 間一間的小店 然後都拉下門了 準備中 這是稍微晚一點才會開吧 五點才會開 我現在是四點多 生餃子 無人之賣店 飲餃鐘 飲餃時間 十一點到十一點 飲餃 這個是價錢熱錶 這個無人餃子店呢 就是 你先拿你想要的 核樹 像這個就是三十個路 一千日幣 三個好像都是三十個路 然後不同口味 然後呢 再投錢進去這裡面 那如果比較久的話 他說二十分鐘以上的話 就是可以買這個保冷袋 一個一百日幣 這裡還有它的醬料 然後這邊有內用的店家 可以進去內用 李小路七丁木 吃酒屋 一些水果 舊的書店 可愛的吃酒屋 新加坡酒樓 李小路四 這邊有一間賣舊的衣服的 我覺得裡面真的蠻便宜的 有時候可以進去看看 咖哩麵包 日本這個東西真的是到處都有 而且很多人的吃 這個好可愛喔 他用了一個貨櫃 然後裡面賣一些水果 超可愛的 哇 哇 哈哈哈哈 砸謊的晚上蠻熱鬧的欸 我要來吃這間拉麵店 然後它是那種味噌拉麵 我就覺得我來砸謊一邊要吃他們的拉麵 這樣子 我要點這個 它說Osssime 這是推薦的意思 這是推薦的意思 來了 味噌拉麵 嗯 側面是豆瓦菜嗎 這裡是雜晃車站的晚上的樣子 還蠻漂亮的欸 那施工的地方就弄了一個 旁邊弄了一個聖誕老人在那邊 在那邊提醒路人們 好可愛啊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開箱一下喔 今天住的房間 這間我也覺得很棒 首先它一進來就有洗衣機 非常的棒 所以我等一下要來洗衣服了 然後我入住的時候 它在櫃檯就直接給我兩包的洗衣粉 一次差不多用半個 所以 就可以洗四次 超級貼心 房間還有這個 微波爐 然後它的床邊桌 有兩個 也就是說你睡這邊跟這邊 所以你下來不用跟人家借過 或是不用滾到這邊來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可以直接從這邊 這邊也有插頭 而且看起來很像是雙人家大喔 是雙人家大的床 超大的 再來這邊還有一個 桌子跟兩個椅子 床邊桌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冰箱嗎 它上面這是什麼 一個小台子 這應該是鏡子 對 然後呢 這邊的話就是 一個蠻大的一個窗戶 可是我住的比較矮 我住三樓 所以看起來沒那麼壯觀 然後呢浴室的話 長這樣子 非常的大 哇 可是它沒有那種香香的味道 就是我前幾天住的那一間 那間真的很棒 香香的味道 然後我這間一碗才七百多台幣而已 超級便宜的 不知道是在特價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住了兩碗 所以我就住了兩碗